日本苏联打了一仗 中国却成了最大书家 从此失去日本海 所谓日本海 中国古人称之魏京海 1815年俄国航海家将之命名魏日本海 北之库叶岛 东至日本 西至远东 南至朝鲜 但不管什么叫什么海 有一点可以确定 即古代中国的日本海 有广阔的海岸线 毕竟库叶岛都是古代中国的 然而 让人遗憾的是 如今中国在日本海 没有一寸海岸线 更没有一个出海口 换一句话说 中国失去了日本海 清军入关之后 将东北化为禁止 不让关内汉民进入 所以 千里无人烟的东北和外东北 很快就遭到沙俄轻易入侵 鸦片战争之后 更是一块又一块的侵吞 亲政府爽快的割掌 其中 就包括庞大的日本海沿岸土地 可以说 清朝在麦结田之后 中国如果想出入日本海 几乎只能靠张古风 通过屠门将进入日本海 让人遗憾的是 这一块地却因为日本和苏联一战 也远离而去 1938年7月末8月初 在中国战场突飞猛进的日本 将苏联列入了下一个目标 于是 日本和苏联在张古风 沙草丰这两个高地 爆发了一场军事冲突 闲扯一举 1938年的这一场张古风之战 堪称1939年诺森坎战役的遇 在这一战中 苏军出动了2.3万余人 至少237门火炮 285辆坦克和250架飞机 日军参战总人数近7000人 火炮37门 最终 苏联虽然伤亡较大 但却粉碎了日军阴谋 算是赢得了战争 当然 日本也不算输 只是撤退到原地 也没什么损失 只是放弃了屠门江的出海口 然而 这里却有一个受害者 这就是中国 原因很简单 苏军则趁机进战 全部张古风 将其化为苏满东戒山 总之 如此种种 就让中国彻底失去了屠门江出海口 由此也就彻底没了日本海的出海口 虽然距日本海最近的地方 不过15公里 甚至能听到日本海的浪声 试想一下 如果日本和苏联没有这一战 那么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 理所当然的要把屠门江的出海口 归还中国 中国也不必在日本海 没有一寸的土地 因此 如果不是张古风这一战 或许中国就不会失去日本海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